这一次采访当中啊 我不超过十次笑 好吧 我先乐够了 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我先乐会 行 好 开始问题 渔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麒麟 今天我来挑战去将League Flag 你敢问我就敢答 现在开始 第一个中奖号码是 这问题这是可以播的吗 这都是 家花没有野花香 是不是都快把壮壮给忘了 咱们是搭档啊 我都快忘了 这个问题 有个尖锐 道德伦理的一个口 这不这有点瞎说 开玩笑了 我哥是这样 他特别爱出去玩 他山南海北 哪都都走 最近他又 对吧 又接了不少档节目 节目里对我的评价 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打算 短时间内先不看他了 生气 今年啊 我这断线 我跟我哥 我们俩对线上的要求和标准都比较高 所以现在还是在创作的阶段 我们这明确无蓝肯定 好 像一个 家花没有野花香 魔术 这是一个魔术 跳水就 你看我这手指多了 跳水就聂云竹的那场戏是怎么拍的 全靠绿木吗 别看我是这个海河二女 但是确实是不会 所以当时我一看有这场戏 我就跟导演说了 我说这我不游泳 怎么办呀 导演说没事 这倒水里直接就替身了 你就做一个往水里跳的动势就行了 我说好 谢谢导演 杀青前的第二天 给我们就带着那个水棚去了 我就傻了 我说导演这个 您不说我这不就完事了吗 他说那可不行 有些水下的部分还得再补拍 反正软硬兼施吧 先说是我这不行我来不了 紧接着我说怎么着我也不来 到最后骂不咧咧 我跳水里去了 那您能像原住一样拥有 跟数位姑娘的这种感情戏吗 会不会有一点点想法 不遗憾 一点不遗憾 我们这戏里呢 最开始有一稿剧本也是这么写的 说是姑娘对我一见钟情 我就拿这问导演问制片 我说你觉得我凭借什么 让人家对我一见钟情 人格魅力你得慢慢接触我呀 咱不怕说没有人格魅力 我也知道自己有人格魅力 这戏没法唱啊 小说里那意思明显是说 这个就一见钟情 这是哎呀太震慑住了 我说这个咱怎么着得讲讲理 但是人家对我有好感 我也拦不住我对吧 但是呢 不能是一见钟情而有好感 咱们得通过这个剧情推荐 通过故事发展 咱们得讲究道理的 对吧 要不然你全是这种开外挂 那就不爱看了 对我自己也不爱看了 猜猜观众为什么会说 自己被坠续POA POA它什么了 为什么呀 大家就说特别反对 咱俩一定没有这批感 看了自己之后 就被这个情节POA了 就觉得天下这点真香 哦是吧 哎呦我也 我也 不立了好吗 确实这个宋老师刚进组的时候 我也是含羞待愧的 宋老师非常敬业 第一他不拿我当弟弟 有这种默契感 然后呢 再经过我们导演剪辑 一夜热大个的 反正哎 最后成功的不光了批回了我 还批回了观众 哎 身边的朋友找你来买 坠续超前点硬 你会帮他买单吗 真是怨气 谁不用谈理这话来看 那他有看吗 我看了 当然必须得看了 我觉得他说那个 我看了你的坠续特别棒 就是一个客套话 他的目的是让我上他家跟他喝酒去 他又觉得直接这么说呢 有点不太合适 想来想去那说点什么呢 哎 你最近那坠续可不错呀 上家喝酒来吧 那你就一些场面话 这东西确实大家都觉得 看得过去的情况下 可能那那干人不干呢 对吧 好 炸弹都说 郭麒麟的头围 和宋毅的腰围一样 敢不敢挑战 现场量头围 带了池带了池子 55 对 还想不上 你应该送老师腰围 一样吗 真的啊 你们两个送老师 我给你们看一下多少啊 就在衣服外面量 55点 我的天哪 我这主要是头发有点烹 头发有点烹 撞撞60多呢 你想想 我比撞撞强多了 来 炸弹 敢不敢现场量一下 采访记者的腰围 对 对 对 为找谭儿而喝酒 那场戏有没有真的来点 喝确实是没真喝 但是呢 通过我这个多年喝酒的经验呢 确实是在当时达到了一架乱真的地步 他们一看就说 嗯 昨天晚上确实喝成这样的 就是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你喝大的状态 我喝大之后特别喜欢 眯一只眼 睁着睁一只眼 喝大之后一唱歌 我老拽着唱 郭麒麟这种风格的长相 就是难得脸 看起来很会炒西红柿鸡蛋 放假的时候 会在家跪着擦地 喝多了还会抱着老婆说 嘟嘟你真好 我不能没有你 谁给我按摄像头 看起来就很会炒西红柿鸡蛋 这真的是看起来 但是我说实在 我还是有一点这个 小当家的天赋的 这太刺激了 上架的时候会在家跪着擦地 那怎么会呢 你都问我家有好几个扫地机器人呢 喝多了还会抱着老婆说 嘟嘟你真好 我不能没有你 谁都不能没有 喝多了啊 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好极了 宋毅说拍摄这部戏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具体是之 过去可能有点这种姐弟 这种现在就是朋友 真是很近的很近的朋友 你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觉得你心里年龄是四里 然后觉得他自己年龄是三五岁 比如说我们俩就一件什么事吧 产生分歧之后吧 我讲道理不休 但是呢我跟宋老师说 要求求你求求你 好吧 对 对 对对 宋老师是那种 你跟他这个硬说 或者说你这个他不行 但是娘说求求你了 行好吧 特别好哄 所以我觉得就跟那个小女孩似的 所以我说觉得岁数小 可能他觉得我老说教 觉得我像四十岁的 就是有一个小燕子的配音 然后看能不能用天津话 然后某些搭档的方式 稍微给他配一下 有一位姐姐 我知道 我知道这几天 你跟那尔康睡门板打地铺 这种苦 你们从来都没受过吗 哎呀 行了 我以后不偷市的了 行吗 嗯 其实我劲儿也不是成信的 我都让那大狼狗下灰都没了 你不知道 我小时候让狗坠着摇 我就可怕那种大胸狗了 再说了 我不是已经能掉那冷水 掉海河里了吗 就算是惩罚呗 你说行吗 别鼓掌了 好家伙 完了 以后见不了明一种角色了 来 哦 一直催婚催得厉害的爸爸 突然改口说 他还是个孩子 原因是 他认过了 他还管着那个 孟非老师叫庆舔的 你说是不是 这东西 我怎么是个孩子了 爸爸 我可不是个孩子了 哈哈 你的妈本可以让我们刚刚重听一下 就是人间造垃圾 真是因为 什么你爸 我知道 冲雨老师 也不是 今天采访你都问你 如果有你保证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承设夹 我会避讳 然后他就说下次一定要抓让他继续问 肯定是没有 千万别影响别的好姑娘对我抛出橄榄枝 盼着 盼着 所以说你看我爸这样老 那个影响我了 你还有来这个 爸爸的快乐你体会到了吗 爸爸 我的快乐您可体会不到 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 你知道吗 他老来比如 我爸爸都体会不到 你们更体会不到了 别体会了 二月的男友 后来三四五六七不都是姑爷吗 八九十勾圈 怎么该打牌了 后面那都是儿子了 没事 挺好 挺愿意给大伙当儿子的 我这都什么话 国民姑爷 国民好大儿 喜欢哪一个 一个姑爷半个儿吗 是吧 我都行 我是一个半儿都行 大儿是每年都想跟点击再出力 起意相关的姑娘 这个进度如何 咱们敬请期待 等今年端午晚会 端午有晚会 没有晚会 之前让你在胖七十斤和跳女孩舞之间 选择你选择跳女孩舞 我已经胖了七十斤了 你们都不知道吧 我胖了 干嘛呢这是 下回不接他们采访啊 这下回不接 我还是要立的 万一实现了呢 肯定能实现 这个年呢 给我过的已经胖了好几圈了 所以呢 我打算减肥 减了多少斤 小孩 这点点不是减 灯头黑了 我得给说没电了 希望下一期的嘉宾能够唱一个和嗓 和嗓就是类似于这样 这是个苟音 这不是个怒音 我太难了 怎么有点耍人那劲头 这是个整人节目吗 这是个 我这算完成了吗 算完成了 来 下期嘉宾 就给我发二百块红包吧 谢谢 那得天天能有你 我二维码纹后背上 我一会不方便拖一下 好 谢谢老板 新年快乐 看了剧之后就被这个情节POA了 就觉得天下这点真香 是吧 可能他觉得我老说教 觉得我像四十岁的 我怎么是个孩子了 爸爸我可不是个孩子了 我已经胖了七十斤了 你们都不知道吧 我胖了 我们 της故人 不好意思 外界 小费 智小费 龙天